大家好 歡迎大家到台北故事館 我是玲玲 我要帶大家參觀台北故事館 小學四年級的玲玲只有十歲 擔任志工不到兩個月 卻能熟練地介紹這棟房子 百年來的歷史 在1913年的時候 陳朝俊先生在這裡 興建了這棟房子 她說希望讓觀眾 能夠因為她的介紹 而更喜歡台北故事館 這棟故事館 剛好展出算命的歷史 旁邊的小志工高凱怡 各性超害羞 還是努力地做好小志工的工作 你先想一個問題 然後你隨便 你再抽一支切 然後像你抽到37號 你在這裡找 37號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寫 那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那你覺得當志工哪天最好啊 嬌花的時候 台北故事館2007年開始招募 10到13歲的小朋友 介紹故事館的展覽以及歷史 七年來總共培育了83位小志工 每位小志工除了導覽外 還要負責環境的整潔 以及幫忙照顧故事館花園 讓他們從小就有愛護古蹟的觀念 因為古蹟在利用啊 其實是一個長長久久的事情 那我們原來開始只有成人志工嘛 都覺得說其實這樣子的觀念 應該往下發展 那將來他們長大之後 才會成為捍衛古蹟 跟古蹟火花的堅壁 這個就是愛情 事業 財源 你要想其中一個的問題 然後再用想好之後 再用左手抽一張牌 四年級的恩玲來這邊當志工後 回家都會主動幫媽媽算命 他說故事館的展覽非常有趣 也學到很多的知識 你好可愛喔 這些小小志工跟著古蹟一起長大 也把這個地方的歷史繼續傳承下去